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洛阳,官宣定道 文案对王一博范围很刻意 面临二部剧佳击 作为目前国内的顶级人气明星 王一博不仅在商业代言方面有着不错的成绩 而且影视剧的资源也相当的厉害 现在刚刚拍摄了两部电影《无名》和《维和防暴队》 它的另外一部代播剧《风起洛阳》 又传出已经拿到网剧被暗号 真是好事不断 现在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 这部由黄轩、王一博和宋茜主演的《风起洛阳》 终于在万众期待声中官宣定档了 从目前官方的消息看来 这部剧将会在12月1日 于某网络视频平台上独家播出 王一博都发博官宣并且 官方的文案还非常刻意地明确了 争议很久的王一博和宋茜的范围问题 领衔男主演是黄轩和王一博 领衔主女主演是宋茜 另外还有八位老戏骨一起撑场 像特别主演宋毅、永梅、刘端端、高曙光等等 看得出来这部电视剧阵容还是非常不错的 《风起洛阳》的官宣播出 也是王一博在2020年12月份 有匪播出后 时隔一年又一部电视剧和大家见面过 现在他面临的对手还不少 杨子的电视剧《女心理师》 刚刚才开始播 网络热度非常高 另外又传出12月份赵丽颖的电视剧 《谁是凶手》 也会和大家见面 目前到处都是预热地广 来势汹汹 前段时间上星电视剧《突围》 和《星辰大海》的收视率大占 大家还记忆犹新 现在网络剧方面又开始内卷读者朋友们 你们觉得哪部电视剧更能够吸引眼球呢 你们会支持谁的作品 继《尤匪》后 时隔一年王一博 风起洛阳 官宣定当 文案对番位很刻意 除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